電話留一下 不然內傷怎麼了 MeToo風暴持續在演藝圈延燒 曾兩度奪下金鐘獎的 實力派演員吳康仁 也遭到PO文影射 有女網友在匿名粉專上 發文表示 自己與有女友的W姓男演員 發生關係後被保持距離 還爆料她是劈腿灌犯 把演藝圈當成后宮 劈她目前形象差很大 給出的種種線索 讓網友們將矛頭指向吳康仁 好事總是讓人期待嘛 那就希望大家祝福 那我就認真過生活 對此吳康仁深夜發文 成列五點一一駁斥 文中寫到爆料者是匿名發文 全文沒有證據 只有感受 對此他相當感冒 第二針對劈腿與混亂交友關係 他也澄清如果真有此事 早就在圈子裡傳開 根本不用等你爆料 最後一點也是身為演員的 吳康仁底線 指控他影響選角 他表示沒聽過 有演員能這樣 最後還幽默回應 雖然文中稱讚我身材好 浪漫又帥氣 我也不會原諒你 表示自己雖然沒有很高尚 但算節身自愛 駁斥性遭影射 聲明一出也引來網友們正面回覆 紛紛留言要撐住 如果連你也翻車 真的很難相信男人了 大戰吳康仁直求對決 坦蕩蕩回應 吳康仁也在留言區 要網友們不用擔心 演藝圈MeToo連環報這回吳康仁 親自滅火 駁斥性騷指控 三立新聞李仙錫湖 嘉珍台北採訪報導